市长柯文哲来到吉林国小筛检站视察 因为虎林街周边爆出群聚 市府启动虎林专案 针对各界质疑是否疫调匡列不实 市长柯文哲表示 虎林专案就是透过疫调才发现隐形热区 台北市怎么会没有做疫调 怎么会没有匡列 我们看看 这个虎林街这个专案就是这样 6月14号到6月18号 这两周时间陆陆续续 它有出现五户十四人确认 我们法定匡列23人 精准再扩大匡列 62人 总共匡列了85人 它也不是一天突然出现 它陆陆续续出现 在6月28号的时候 中校医院的医务长就有报告 这个地方好像虎林街这个地方怪怪的 因为在两个礼拜当中 陆陆续续会出现案例 而且很难去找出说 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传染 所以表示说在虎林街 那个地区 有一个不明的感染源在那个地方 针对北市府不疫调的传闻 发言人陈志涵也严正驳刺 表示市府不仅以确诊者为中心 做同性源疫调 就连不需隔离者 也逐一打电话询问 鼓励快筛 在这个亲密接触者的部分 除了匡列隔离之外 其实在隔离期间 是不用做PCR的裁剪的 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台北市政府就发现 很多人在隔离期间可能就发病了 所以呢我们就主动的往前来追溯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是在隔离期间 来加做PCR检测 另外在最外圈的这一圈的 这个其他的接触者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其他接触者 一般来说只要做自主的健康管理 可是台北市政府怎么做呢 我们一一的打电话 一个一个去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 另外我们鼓励他们出来做筛检 也因此我们追出了很多潜藏的黑数 来防止疫情的扩散 陈志涵强调 北市府不疫调 不匡列的说法完全是假讯息 只会制造民众恐慌 也抹杀疫调人员的努力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